自己带的鸡蛋 我自己带的 这个为什么叫老虎啊 哎呦这个我也问了好多老年人 也说不太清 估计情况也得有个一二百年历史吧 别的地方应该有也是 倉州流传但是也很少 有很多地方到下面的县市都没有 大家好我是永哥 我现在是在河北的倉州市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半 现在我们要去吃一个 当地非常有名的特色小吃 据说啊除了倉州还吃不到 一起过去看一下 这俩老虎是水的 你要啥的 他们有老虎加油条来 这个炸老虎现在怎么卖的 炸老虎一个鸡蛋的那个4块 两个鸡蛋5块 你要是不带鸡蛋的话 带鸡蛋的加工费3块钱 哦客人还可以自己带 可以啊你家里有吃不完的 有些裁鸡蛋土鸡蛋的是吧 这都可以非常灵活没事 在河州人都喜欢吃 老少皆宜 那您就是河州人啊 我不是我东北的 您东北人啊 东北的嘎嘎 东北大哥 欢迎到东北去啊 一直往北走 越走越凉快 越走越凉快 真是的 那您咋会做这个的呢 到河州看人家这玩意挺好的 他喜欢做食品 看这个好就想着我 慢慢慢慢这不就 这就入魔了 入行了 您干这个干了多少年了 我干了十五六年了吧 这俩是妹妹的 这俩谁的 端上鸡蛋就行了 里面就是灌鸡蛋哈 对 装一个装两个个人爱好 像您这个老虎啊 每天早上能做多少呢 哎呦 还真就不少做 这说一次为止就说 百分几十个的能做差不多 大家伙关 是吧 来这老虎再加四个条 这上面放的就是红糖哈 这个糖品正规的叫法叫什么 糖疗虎 是吧 糖疗虎 不会叫 我也有点不太会叫 哦 糖疗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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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会叫 那个说话还带个管 我跟弯似的 疗虎 我有点叫不出来 这个弯不会拐 你家有没有什么稀饭之类的东西啊 我旁边邻居家也有 我们家带不过来兄弟 你们家就做这个老虎 对 我们家就这有一台老虎 有糖疗虎 大哥你给我来一个老虎 加两个鸡蛋的 哎 没问题 还有那个糖疗虎 再给我来一个 我尝尝 你这年度杂都不够卖的 应该在放点的时候还是可以的吧 今天人最少了 今天人还不算多的哈 不多 今天最少的时候 我年度可不少了 大一个人家都 好奇想拿去 有年头了哈 那你每次来都是自己带鸡蛋 那一次年头都不小了 自己带鸡蛋就不谈几个 就是三块钱 对 因为它那个皮都一样大小的 啊 你自己找六块 豆浆上他家买的 大哥 你找四块 这四个条我给你 豆浆上他家买 自己找钱 自己找 我们都自己找钱 找四块 对 找六块 留四块 我们这都是基本上都十多年的顾客 都是回头客老顾客哈 对 都是 哪个这儿呢 二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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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分钟到三分钟 两根两块 够亲民的了 大哥是吧 然后给大姐做六个条啊 老虎 老虎一会儿给他桌里头 来 看个瓶 来 给别人先做 我们都着急 妹妹 你的好了 来 买个两个条 他一个汤没有两条 大哥他家这个炸老虎 您以前吃过吗 吃过 吃过 好好 您在他家吃了多少年了 没有 十多年了吧 十多年了 哦 十多年了 我吃十多年了 他干了多少年了 你还没发现过 哦 就是昌州有 这个就是昌州的特色 他们本地人呢叫糖疗火 这下面这个呢叫炸老虎 我刚问老板为什么叫炸老虎 他自己也说不出来 炸老虎 这里面是灌了两个鸡蛋 灌两个鸡蛋呢是五块钱 这个糖疗火呢 这上面一层啊 他是用的是红糖面做的 这个是三块钱一个 鸡蛋汤啊 鸡蛋汤啊 好好好 谢谢 他这个上面啊 就是铺了一层红糖面 说吃到嘴里面 就是明显能吃到那种红糖的甜味 吃起来感觉跟那个油条有点类似 但是呢比油条更酥脆 刚刚听大哥说啊 这个糖疗火啊 还就是昌州这边的特色 到外地啊还不容易吃到 这个还真不错 尝一下这个炸老虎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看起来啊 就像我们以前在荷兰吃的那个叫 布袋油条 感觉差不多 它里面也是灌了鸡蛋的 一般正常他们这个炸老虎里面 都是灌两个鸡蛋 这里面的鸡蛋啊非常嫩 它这个鸡蛋啊 是顾客可以自己带的 如果你自己带鸡蛋呢 不管你带了多少个鸡蛋 都是加工费三块钱 这种做法啊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有点烫 有点烫